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解王一博今日最新动态 王一博 OOTD 1.爱奇艺15日官宣澳门尖叫之夜活动 是真的,大家白天多多上线,年底明星线上线下活动都会躲起来,摩托姐姐们也打起精神来,也是预热王一博电视剧长风破浪的好时机。 还没关注预约长风破浪的记得来约一个。 2.王一博视频里全套是福神 是真的,解密裤盖 OOTD,小海O白T,搭配经典窄脚牛仔裤都是王一博代言的服装品牌EVS福神的,鞋子是安踏的,真敬业代言人。 做作业都不忘支持下自己代言的品牌们。 有一说一安踏在王一博代言后真的越来越潮了。 3.近期线下有不少王一博打卡点。 是真的,财大气粗的鸦鸦刚刚在27个城市投放了王一博的宣传物料,宝可梦也带着代言人登上了重庆3788亚洲之光剧目,重庆的小伙伴记得去打卡哦,听说最佳拍照点是重庆观音桥舞台。 走过路过别错过哦。 4.俄语版的电影热烈物料出了 是真的,电影热烈即将在两天后的11月16日在俄罗斯上映,同步更新了最新俄语宣传片,我们酷盖靠作品海外文化输出又加一,还记得之前王一博跳过一个俄语音乐的舞蹈,结果俄罗斯小姐姐都来抢人的故事了。 没想到这次我们杭州第一俊美小旋风都讲俄语了。 王一博助力压压实力登顶,商业价值顶级。 1月8日,羽绒服品牌压压,压压,官宣品牌首席代言人王一博。 压压是我国著名羽绒服品牌,其系列产品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,屡获国家,省,不优产品称号。 压压被认定为中国持名商标,国家重点保护品牌,压压排羽绒服被评为中国名牌产品。 这个双十一,王一博助力压压实力登顶,顶级商业价值以及其超强的影响力展露无遗。 由于官宣新的代言人以及相关宣传推广力度的增大,在官宣之后的两天,11月8日至11月9日,里,压压品牌热度提升很大。 其中,品牌首席代言人王一博对压压的代言贡献热度指数达到90.87,超过2023年10月所有新增代言和同品类代言的代言贡献热度指数均值。 在官宣后获得的声量中,有83.94%的热度由品牌首席代言人王一博贡献,超过了2023年10月所有新增代言和同品类代言的热度贡献占比均值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 欢迎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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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